小逼很多的朋友对于杨幂应该是在熟悉不过了,曾经在自己的事业当中,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非常经典的影视作品。 曾经很多的时候,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女生一般的存在,但同时我们又了解到,虽然杨幂的演技算不上是最好的,但是收到网友的关注确实最多的。 主要的还是关于本人的颜值,以及与很多明星闹出的绯闻了,基本上我们会发现,基本上每个拍摄完一部戏,都会与合作的男性产生各式各样的绯闻。 就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李一峰,马天宇和胡歌了,曾经网上还传出了曾经杨幂与李一峰玩暧昧的时候,正召见了自己的老公刘恺威,全程极度担大。 但是对于杨幂为了爱情的付出,我们还是非常的愿客与支持的,本人在自己事业正上的时期,嫁给了刘恺威,并且在生完孩子之后,一起组建了影视公司。 可以说得上是一位女强人了,但是这一种女强男弱的局面,毕竟还是走不了多久。 这也是在最终早就了分离的局面,前一段时间两个的离婚声明,也是非常好的诠释了这一句话。 不过,今年过年娘也表示,将会回到香港,陪伴自己的女儿一起过年,而我们的刘恺威一家,也是在香港,在一定程度上,也是代表着一家三口在一起日守。 不过,这一次的一家三口可能要打伤一号了,毕竟一个念头过去,昔日的情人已经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 问好,我们会这样 Hazenia。 这就会很重的 derive。 õ